OK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來看這個地詞題 席座從地詞題開始講 那這個地詞題呢 同學給他兩讚 98年學測 學測你看這一題沒有拿到分數 你也對心多 我們看在這個題目 重點是這個題目本身 同學他有一個比較大的障礙 就是他本身印象中他好像沒有給你圖形 他純粹都是文字的續作 我們看在這個題目他說 假設甲乙餅三個城鎮 兩兩之間距離借為20公里 來同學你看到這句話你就知道 要先畫出一個什麼形 正三角形 來跟著畫 因為他說兩兩之間的距離借為20公里 所以這三個城鎮 當然會落在一個正三角形的三個領點上 那我們現在把它 假設這個叫做甲 這個叫做乙 這個叫做乙 講到這邊 目前同學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 每一邊的長度都是20公里 他說兩兩之間距離20公里 然後他後面那一句話 有些人就看不太懂 他說有兩條筆直的公路 交於丁 還有第四個城鎮 叫做丁 其中一個通過甲乙兩正 所以是甲乙兩正這條路的延伸 然後另外一條路通過柄正 所以同學你的圖 我們就朝這個方向來畫 甲乙這條路 來我們把它延伸 來這樣畫 然後他說他們夾的那個角度 兩公路的夾角是45度 45度的話 那我們就抓一個大概 看一下 好 OK 他根據題目的意思 他說 我在把題目唸一次 其中是一條通過甲乙兩正 然後另外一條通過柄正 然後這兩條呢 發現甲乙四十五度 然後他問一個問題 來這個是丁 丁 他要問說 請問同學 這個丁丁兩正之間的距離 來這一段長度是多少 不知道對不對 我們令這個長度 我們令它多四一段 來 來 好 那我們現在要解這個X 說實在話 這個題目 我覺得設計的真的是很好 因為他可以用好幾個不同觀念去做 這才是一個好題目的設計 首先同學這個題目可以怎麼做呢 你學過簡單的撐條函數 這個題目其實可以這樣做 你從這個柄 來 往這個頂邊 做一個垂直下 來同學 跟著我一起做 好嗎 好 把它做一下 OK 那做下來之後 老師可以問同學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正三角形 對不對 好 那做個垂直下來 同學這個是60度 來 這個幾度 30度 這個90度 這個30、60、90的字叫三角形 90度對應那邊是20 那30度對應那邊 這段長度應該是多少 10 對不對 是他的一半 這段長度是10公里 好 那60度對應那邊 也就是這個高 來同學 這個高是多少 10倍的多少 0 3 是不是沒有問題 好 這個長度確實是可以 把它算出來的 同學這一點結束了 為什麼結束 來 你看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 來看我手上 你的這個三角形 同學這個三角形 你看 45度 斜邊叫做x 對邊叫做10 更號3 有沒有看到 所以你用三角形 數的第一 來sin的45度 好 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來sin的45度 等於斜邊分支對邊 斜邊是不是叫做x 來對邊叫做10 更號3 同學解這個x 你會遇到任何困難嗎 當然不會 這有什麼困難嗎 我們把這個x乘過去 好 sin45度把它除下來 所以變成10倍的更號3 除以2分之更號2 所以它會變成10倍的更號3 再乘上多少 再乘上更號2 所以這個算出來答案是多少 10倍的更號6 對不對 這一題我們就拿到分數 可是我們這邊這個題目 事實上也還沒這麼簡單 因為它下面那五個選項 同學 他沒有10更號6這個選項 他問你說大約是多少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問一個問題 同學更號6大概是多少 那更號6是多少 同學 其實方法很多啦 你可以用10分b進法 那如果同學還記得 我以前高一教過的 來手動開更號 高一教過 來手動開更號 不知道怎麼開 來手動開更號怎麼開 來同學看這邊 首先這裡只有2 所以這邊2 2 2乘2是多少 4對不對 好同學 我們先來把它下線 好 6-4是不是2 可以 然後一次要放幾個零下來 放兩個零下來 來同學 這邊寫2 這邊就寫2 你高一 應該如果有學過這個方法 老師有講過 來 2加2等多上 4 然後4的後面是一個空空 來 是一個空空 好 所以這邊2點 來這個空空 來老師問同學這個問題 好 來同學空空裡面 要擺某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呢 必須讓它 這個二位數乘上 這個一位數之後 要靠近200 但不能超過 這個數字是什麼 可不可以擺5 45乘5 爆掉了 所以這個要擺什麼 要擺4 要擺4 所以它大概是2.4 44乘4 來同學這個算出來是多少 176 176 來同學那我們繼續減喔 200-176 這個是多少 24 然後再放兩個零下來 好 放下來之後 同學老師再問你 這兩個我們再把它相加 44加4 同學這個是48 然後這邊我不要用正方形 我用三角形 好 來同學 這個用三角形 來請你告訴我 這個三角形裡面 要擺哪個數字 48 480幾乘上多少 這兩個數字要一樣 跟這個數字一樣 接近2400 但不能超過 來這個數字是多少 5 5嗎 我們算一下 485 5 5 25 2 超過 對不對 超過 所以2425超過 來同學 這裡應該是多少 應該還是4 好 4 所以其實從這邊 我們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同學我們的根號6 大約 大約是多少 2.44 好 這叫指示開方法 指示開根號 那當然你跟老師說 我不喜歡這個方法 那你可能就慢一點 用所謂的十分幣進法 十分幣進法 十分幣進法 那當然如果用十分幣進法 當然就會稍微速度再慢一點 好那我們看一下 如果我們把它乘十倍 我們注意一下 我們這一題的答案 大約是多少 2.44乘以10 所以大概是24點多 5.4左右 好 所以我們這邊 下面這五個選項 應該哪一個選項 比較合理 應該是第一個選項 第一個選項 第一個選項 他24.5 甚至離他最近 所以這一題答案 那同學 大學理好 學測 98學測 這一題答案 要選第一個選項 好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好 那當然你說老師 還有別的解法嗎 當然有 同學旁邊寫一個解2 這種題目設計的 就是說 你可以從不同角度 去看同一個問題 來 同學你知道 另外一個解法用什麼 拿出你的理 來把這個三角形把它畫起來 老師問同學有一個問題嗎 來 黃色紅色 來同學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是幾度 120度 120度 非常好 120度 你現在把焦點聚焦在這個藍色斜線的三角形 來 在三角形 好 我寫一下 這個三角形叫做誰 1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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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這個三角形裡面 來 同學你看 20度 它的對角是幾度 45度 120度 它的對角是x 同學 這個時候什麼定理 為你們想到 正選定理吧 20比上sin的45度 是不是就等於x比上sin的幾度 120度 A比sin A等於B比sin A等於C比3C等於20度 2R嘛 對不對 所以你從這個題目給的這個線索裡面 是不是可以聯想到正選定理 所以在這個題目裡面 我們由正選定理 是不是也可以來處理相同的問題 好 由正選定理 OK 我們得到什麼東西呢 你看看 這個20 比上來sin的45度 44就會等於這個x 除以sin的幾度 120度 對不對 大同學事實上 書圖同歸 你這個x 你真的去解這個x 解出來一樣是多少 一樣是10倍的更好 好 那看你喜歡用什麼角度去切入 其實都可以 這個題目 算是一個很基本的題目 它是考在單選題裡面 那單選題的題目 通常都不會很難 你看 用三角彈書的基本定義 好 用10分B進法 就可以把這一題的答案算出來 這算是一個中間偏義的一個題目 那不管用什麼放套 我們都可以把它完成 好 謝謝各位同學 那我們這個題目呢 大致上 就看到這裡 OK